国语有生善书 愿力与业力 范讲师游天堂 第十二回 南极先翁显化游天堂 莲花池中勿功过 功过记录真分明 下寸功不昧 后面还有什么功呢 还有我们不失的功德 我哪时候在哪捐了多少钱 上天也会记载 但有一些才师是我们看不到的 上天也都写进去 大概是那个时候后学比较爱财 所以上天把后学不失的功德 全部把它换算成金额 用钱来表示 那后学就看得懂 其中有一挑功德 是在英哥妙善公开法会必班 后学车子后座是空的 看到钱贤在前面走 后学就说 要不要搭个便车 我载你去车站 结果他就坐上来 从山上滑下来 到山下火车站 让他坐火车走了 后学就回去了 这件事后学完全忘记 当初载的是谁 完全没印象 结果上天给你 记法会那天不失0.2元 两脚 为什么呢 那是从上面滑下来的 油钱0.2元 这0.2元算什么 但是先佛见查德很清楚 并没有因为才两脚就不算 一样功德无量 上天记载功德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坐 但是你选择坐了 这样就有功德 反过来说 什么是罪过错 你可以选择不要坐 但是你却坐了 有的庙堂 庙观是败肉的 才施添香油给他们 你可要小心 你赞助人家杀生 也不见得是好 相对的 佛堂的每笔钱 要捐到哪里去 都要很清楚 人家要买香 你就是只能买香 你不可以把它移做他用 你一用了 就是占了人家的功德 所以李天记的功德很多 包括排椅子 今天轮到你来排椅子 这样的功德很小 只有服务而已 不算是什么功德 可是今天不是轮到你排椅子 而你却主动提早到来打毛巾 排椅子 这个功德就大了 以前后学刚住佛堂时 比较自卑 每一次晚上下课到亲走了 我就拿拖把拖整个楼梯间 从六楼拖到一楼 后来火石团又再搬一次家 后学也是每一次下课后 楼梯间都清理 所以很多学弟只要回到火石团 发现楼梯变干净了 就知道后学回来了 因为后学回火石团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拖火石团 佛堂的楼梯间 拖完了就去刷马桶 后学那时候的发心 是觉得让人家在最脏的地方 享受最好的服务 这样就是我们的道 有的道亲喜欢擦佛堂 认为跟先佛比较近 但不喜欢扫厕所 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分别 上天并没有这种地点的差别 真功德 你害怕你所做的事情 没有人看到吗 恭喜你 为什么没有人看到的 就叫做因德 上天记得一清二楚 有人看到的 故意要让人看到的 那是阳功 那没什么 上天就记得少 什么样的东西 在上天看来一定有功德 就是原本是缺陷的 你把它圆满了 这样就有功德 比方说 开会时难免有一些指责 有些讲师可能会很伤心 因为他付出很多 却没得到大家的肯定 你赶快去安慰他 或者你知道某位道亲 受考了 出考了 心情不好 你就赶快去安慰他 你圆满了道场 原本的不圆满 这个就是功德 祝道有功 有一天在公共佛堂办道 后学原本学习打毛巾 因为睡太晚了 结果忘了来佛堂打毛巾 不过还是去佛堂 进到佛堂学弟们已经在帮忙打毛巾了 后学静完手 参玩架没事做 就到楼下讲堂 到楼下看到三个囚道人坐在那边 后学看到他们坐着也无聊 就陪他们吃水果 后来讲师说请求道人到楼上听开示道义 他们就上去了 后学就继续把水果吃完 吃完之后 后学就回去了 那一天去佛堂 没有做什么事 没有打毛巾 没有赔谈 什么都没有做 唯一成就的就是把水果吃掉 结果上天居然纪纳一天后学去佛堂吃水果 祝道有工 为什么叫做祝道有工 没有人招待 你刚好去帮助了 老前人以前说过 你在道场上修道 半道 不是功就是过 不是享福就是消福呀 你没有尽心就是消福 后学原本要服务 结果睡太晚了 变成被服务了 你不但没功德 还被服务 所以你在道场上修道 半道 真的要认真 要及时 因为有事见工艺 无事见工难 你没有行工 你功德就不够 你也很难明心见性 这是绝对的 我们通常对来佛堂求道的人 记得很清楚 而对没有来佛堂求道的 大概就忘记了 后学不知道 自己曾经问过五千多人 请他们来佛堂求道 如果每天给你去问一个人 十年你才能问三千六百人 那时候后学求道 还不满十年 就已经问到五千个人 我们修道 半道要把握时间 等到你有工作 又有家庭了 就没法子 这么多时间参办 所以要把握任何时间 能参办尽量去参办 不要怕家里的人会阻挡 你不出来 家里的考验就更大 所以要想法子去参办 把握任何可以参办的时间 等考验过了 力量会更大 我们只要为了众生 为了道物 必定有先佛护佑 无时无刻都是天恩施德啊 一切逆境顺境都感恩上天慈悲 我们要发愿作为弥勒之眷属 弥勒之弟子 誓愿要协助弥勒佛早日完成大同世界 让弥勒净土降临人间 我们要有不怕再来人间之心态 才可以完成使命 后有求道好处 求道的好处真实不虚 一求道后仍既得三宝 且功过相抵后为功大于过 可回天接受正果考验 通过后可入天佛院 弥勒佛国 无极天或诸佛净土 二求道后 上天会派一位护法神随身 但若退失道心 护法则离开 亲口后则又多派一位 三求道后 去佛堂班会听道理 在地府或地狱受苦 祖先可到现场接受法语滋润 四亲口后 减缓杀业讨报 诚心可获得无量福报 但以消自身六万年来业障为主 了业回天 五 修道后有许多考验 通过考验可抵消业障讨报 又可晋升自身道果 一举两得 诚心修道者 祖先可脱离受苦 至地葬古佛处修行 六 太多好处 法会听课等于增进智慧 班会服务等于累积功果 早晚献香等于永续会命 亲口如素等于福德俱全 度人修道等于功德无量 目前自己的功果为何 可以致明正堂 虚元堂或拱横堂 叩问先佛 大部分都是过仁大愚工 一定要努力修道行善 愿大家可以求道与利清口愿 以及在道场好好修道 如果可以 一定要超把祖先 有缘灵魂至灵修院 无疾正道愿或好天子寿灵修院 修行 因为灵魂修行是很困难的 以前天道有超拔弃天神或祖先 但需十两黄金 故现在有灵修院 如同学校净土一样 帮助灵魂快速提升正果 把握机会 可降看无疾正道愿集要 最后大家也给自己多一个机会 帮自己也生前筑集灵修院 以防万一九九紫阳官没通过时可去 但希望大家都可过关 让回天时可以多一个选择 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回天 帮 brain 帮助灵修院 数字赞テ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赤拱横堂皆需大家三师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